这里是上午11点的快报60秒 你好我是琪琪 包括我国在内的11个国家 在首届全球反诈骗峰会承诺 在高级别层面合作打击诈骗和犯罪网络 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 要求中国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 玻璃对旗下短视频应用TikTok的控制权 欧洲议会通过了全球首个 人工智能法案 为欧洲联盟对立法监管人工智能的应用 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 俄罗斯指美国计划在当地举行总统选举的时候 攻击电子投票系统 乌克兰连续两天派无人机 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 以上是上午11点的快报60秒